佛光山开山新云大师原籍 有不少的民众从各地前往道宴 而为了要方便上山的交通 高雄客运日前公布 针对到前往佛光山的哈佛快线公车家开班次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月13号 民众可以上脸书官网了解车班资讯 佛光山开山新云大师安详舍报 消失一出引发外界不舍 除了旗下弟子 包括政坛 宗教 学界等人士 还有不少民众也从各地前往吊宴 高雄客运公布即日起至2月13日 前往佛光山的哈佛快线公车将加开班次 方便来往民众上山交通 非常感谢高雄客运对大师的一个感念 特地在这段期间能够加班车来服务 所有各地来的信徒能够很平安的来到 佛光山向大师钓业 我从台南过来搭高雄客运 所以我们也感谢高雄客运让我们很方便 要来礼合 要来调练大师 他都很帮忙 大师给我很多的一个理念 而且在这段很长的时间 大师给我很多的一个服务大众的机会 即便谢宴大师袁吉 但他的弘法精神仍旧流传人间 提醒民众若要来山悼念 可上高雄客运脸书获取班次时刻表 共同陪伴这位人间佛教领航者 圆满最后一礼路 这位是黄国中高雄采访报道